- 这才是正常的 你就不正常 你坐上应该要有数学习坐 因为你知道我要讲数学习坐 还有笔记本应该自己放在旁边 不需要我叫你了 我最近上课都是上笔记本跟习坐 所以你应该要在上课之前 就应该要准备好 好 来 昨天那一题 我那一题90多那一题 30 45页 45页 这里会写的举手 有啊 我会写 放向 好 没关系 来 45页 他说它是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他讲的这句话 让你得到了什么讯息 还有呢 来 注意听哦 注意听我这里哦 他说它是一个正方形 你马上要想到的是它四个边 一样长 一样长 四个角 接下来 接下来 他的图怎么画的 他先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呢 1点 不是 3角 呃 不对 看题目 对 B1等 B1等 接下来他的方法是 让B1跟CF 让B1跟CF B点就在这里 C点就在这里 他画的时候是从B往这边画 所以他是取这一条的长度 跟CF 他的做法是这样 他B到这里 B什么 然后C什么 他从这边取一段 这边取一段 让他一样长 对不对 然后才有你刚刚说的三角形 他取这两个一样长 他才把他连起来的 我先连一个就好 这一个三角形 跟等一下 我再把他连起来的三角形 会怎样 你要慢慢对他有感觉 就是 因为我一旦画起来 就图形就会比较淋乱 就是 这一个三角形 跟这一个 我没有画的这个三角形 他们两个会 全等 你必须要自己去看到 而且要马上看到才可以 如果你没办法看出来 其实你也可以稍微画一下这样 就算在考试的时候再画一下这个 也不会花你多少时间 还有呢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 对不对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一条长度 就是这一条长度 对不对 然后躺平的这一条就是这一个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两个三角形会怎样 这不就是我昨天画给你们的 先画一条边再转一个角 再画一条边 先画 先画一条边转一个角再画一条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不全等还蛮奇怪的 这个叫做什么 那你要说他们两个全等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跟他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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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全等 可以吗 可是他全等 我把这个擦掉比较不会乱 全等到底有什么好处 全等到底是干嘛的 我干嘛要证他全等 全等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你这两个三角形 你这两个三角形说他全等 你只用了什么条件 只用了两条边跟一个角 只用了两条边跟一个角 你知道的是这两条边跟这个角而已 你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 可是因为两个边一个角 两个边一个角画出来的图形一定会全等 所以让你不知道的东西全部都变织到 什么意思呢 你证明他全等的目的在这里 你证明他全等的目的 是想要用他的一些东西 用他的什么东西 用他的 这个角 会跟谁相等 会跟这个角相等 对不对 你把它转一下不就一模一样了吗 这是你想要的 你要想得到的东西 这两个到底会不会相等 我不知道 是因为他们两个全等 因为他们两个全等 所以这两个角就变相等 本来不知道的便知道 全等的目的在这里 还有 这两条线会不会一样长 我不知道 可是因为你们两个全等了 所以这一条线的长度 保证跟这条线的长度就一样 本来他们两个会不会一样长 我不知道 可是因为你们两个全等 因为两个全等 所以你两个图形就一模一样 所以这条长度 就跟这条长度一样 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这个角度就会跟 这个角度一样 题目给我的 题目让我看到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我要用到这一些东西的其中一些条件 请你先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 不是啊 你的那个席座 然后把这两个三角形画 就用不同颜色 这两个三角形全部你都用白色 你全部都用蓝色笔画 蓝色是代表题目给的条件 红色是因为全等之后得到的 圈圈为什么会给你圈圈 题目没有讲 叉叉跟叉叉相等 题目也没有讲 这两条红色线的长度一样长 题目也没有讲 题目也没有讲 可是因为你利用题目给你的条件 白色白色90度 白色白色90度 你发现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说 叉叉等于叉叉圈圈等于圈圈 然后这两个一样长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法 我证明他全等的目的是为了得到 这两个脚相等 这两个脚相等 这两个边一样长 一定要拿来用 不然你证明他全等没有什么意思 把本来本来不知道相等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确定他相等 红色是代表本来不知道 因为你透过白色的 你透过白色的SAS全等 透过他全等 所以你看到红色的变相等 然后这一体就是一定要用到这一个 你没有用到红色的这一体震不出来 所以这一体的手法是第一个 因为SAS 所以两个三角形全等 理由是SAS 第一个 第一大段 第二大段 开始利用全等 把全等的 我想用的东西拿出来用 全等 这些都是题目给我的 他给我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我得到全等而已 让我得到全等 我就是开始要拿那些红色的 那些红色的东西 那些红色的东西来写 因为全等 所以红色的才会相等 那我要用哪些 用哪些来证明出 想办法证明出 这个角是90度这样 第二大段 第二段段在写这个 开始利用全等得到的红色的角 相等 来证明出那个角会90度 所以想法在哪里 我给它编号 这个我把它编号XX1 这个地方就叫做XX2 因为XX跟XX相等 我为了方便讲而已 再来我把这个地方叫做XX3 XX1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XX2 这是XX1 这是XX1 这是XX2 这是XX2 方便而已 这样比较简单而已 蛤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写1 写1 我还记得 没有写1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没有写1 没有 这个圈跟这个圈是在不同地方的角 所以我要编不同的号码 但是圈圈是代表相等的意思 圈圈1号 所以全等 注意看 所以全等 圈圈1号 会等于圈圈6号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有跟上吗 圈圈1号等于圈圈6号 圈圈 那圈圈2号跟圈圈2号 圈圈2号跟XX2号有什么关系 对 加起来90不是吗 这两个 再配这个角不就刚好180吗 对不对 所以 XX2号加 圈圈圈2号是90度 这两个合起来 会得到什么结果 所以 圈圈1号等于圈圈2号 对不对 这两个加起来又90度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它换成什么 圈圈1号 所以 XX2号加圈圈1号会90度 我为什么要算这个 对脚 所以这两个加脚90度的话 那这个脚就90度对不对 对啊 那这边不就90度吗 没有 会心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没有 会心啊 我刚刚回答 哈哈 中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中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这个脚跟这个脚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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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等的话圈圈1号不是很圈圈2号吗 这两个加起来90度知道吗 这两个加起来为什么是90度 你知道吗 红线知道吗 这两个加起来是90度 应该这样讲 这两个再加90度会等180 在哪里看到 在这里看到 在这里看到 圈圈2号 XXX2号加90度不是180吗 看到了吗 这两个脚加起来加他 这两个脚加 这个脚我只是把它搬下来的话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看 这两个脚加起来加他等于90度 那他们两个加起来不是90度吗 好 所以XX2号加圈圈1号 XX2号不用改 我把圈圈2号 把圈圈1号换成圈圈2号 因为他们两个相等 所以把它换成圈圈2号 这两个加起来 刚不是讲过了吗 他们两个加起来加他等180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 一定要几度 90度 那既然他们两个加起来90度 这两个再补这一个 这个小小的三角形 这两个90度再加90度才会180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也会几度 那这个90的话 这个就会多少 90 可以吗 剪刀收起来 我不需要用到剪刀 为什么你要拿着剪刀 你要自己练习写 我这样写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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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自己练习写 如果你觉得这样很乱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觉得这样子是乱的 那你就不要用这样 你就这样 1 2 3 4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1 这个是多少 2 看清楚 4 4啊 这个是多少 3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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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2 4 是 其实用这个写才是对的啦 不是用圈圈1號 圈圈2號 蛤 蛤 要不要打 怎样 我听到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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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 她说我心痛 她的想法在这里 她的想法是 她的想法是利用这样 角2加角3的角度 角2加角3的角度 她要等于几度 我不知道 她把角2留着 把角3换成什么 把角3这个角换成谁呢 角4 角3这个角跟角4一样 我想要算他们两个角相加 那我就把角3换成角4 为什么她可以换 因为全等的关系 因为这两个全等 因为这两个白色的条件全等 所以我才可以说 4这个角跟3这个角是相等的 那我换成这样 我换成2加4之后 换成角2加角4之后 为什么换成她可以算呢 因为我知道角2加角4 再配一个90度 2 4再配一个90度 就会变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角2加角4等于90度 角2加角490度 那就等于再告诉我 角2加角3等于90度 那这两个角加起来90度 那这个角就会90度 因为这三个角加起来180 所以这个角就会90度 这个90度 这个就会90度 我这样写还是不完整 你必须要练习自己写才可以 我先讲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三角形对不对 来看那版就好 那个你回去再慢慢写 抱歉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没办法那个再让你写 这个三角形 随便一个三角形 我很显然画的没有等腰啦 可以吗 好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要画出一个 跟它相似的三角形 你会怎么画 画一刀 画一刀就好 跟它相似 中间画相似 怎么画 开三刀 就有皮股 那是怎么画的 我要画一个 这个三角形 我要画一个三角形 跟它相似 就在这上面画而已 能不能画 能不能画出来 啊 中垂线画下去吗 啊 中垂线画下去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做就好 跟它平行就好 随便一条都可以 可以吗 随便抓一个位置就好 随便抓一个位置就好 你可以平行这一条 也可以平行这一条 也可以是平 你可以这样画 跟它平行 这个是这个会跟它大的相似 你也可以这样画 这个小的也会跟这个大的相似 知道我在讲什么 嗯 就是你可以随便抓 对 随便抓 相似 相似 什么叫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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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再写一次 结果它会讲 再写一次笔记本上 什么叫做相似 放大而是什么 什么叫做相似 这一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我说它相似 是什么意思 放大放大的 我可以透过放大变成你 你可以透过缩小变成我 把这个图 写在笔记本上 我说 我说两个图形 不一定要三角形 不一定要三角形 两个图形想要相似 两个图形 如果它是相似图形 两个图形如果是相似图形 那个小的到大的 就叫做放大 就是它放大之后 可以变大的 大的缩小之后 可以变小的 它才可以叫做相似图形 小的经过一个适当的倍率 放大之后 就可以跟大的一模一样 大的经过一个适当的倍率 缩小之后 就可以跟小的一模一样 我才可以说它是相似图形 所以如果它是相似图形 如果它是相似图形 角度不可能会不一样 了解意思吗 我小的放大之后变大的 大的放大之后变小的 大的放大之后变小的 角度不可能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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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图画好 把这个图画好 什么叫做相似图形 不一定要三角形 任何图形 多边形 三角形 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都可以 任何一个图形都一样 我们说它是相似图形 一定是 那个小的给你一个适当的倍率 放大之后一定可以变大的 大的 你适当的倍率缩小之后就可以变小的 然后代表它的形状不会改变 形状不会变形 什么意思 所以那个角度不可能会被改变 请你把那个角度画上去 对应的角度一定相等 对应的角度一定要相等 它才可以叫做相似图形 这个叫做相似 这不叫做全等 全等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一样 因为三角形最简单 所以我们会研究三角形 圆形太简单了 简单到爆 可是圆形没办法扩展到其他图形 懂意思吗 任何一个多边形 任何一个多边形 都可以切成三角形来看 所以三角形研究完了 所有的多边形都研究完了 因为它可以切成三角形 圆形没办法 圆形是曲线的图形 好 小圆大圆永远都相似 那只是长度不一样而已 好 既然我要透过放大之后可以变它 我缩小之后变成它 那 这个三角形 我要画一个三角形跟它相似 你要画 注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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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角形的两倍 它的两倍放大图形会怎么画 两倍长度 它的两倍放大图形会怎么画 两倍 两倍是什么 长度 长度要两倍对不对 所以它的 你知道我想要干嘛吗 好这样说 这个三角形有 有70度 有30度 剩下几度 80 80 所以我这样土很不准 对不对 忍耐一下 应该是80 下面那个角度要80 对掉一下也不准 不准 这里40 这里80 这里多少 60 60 但比较 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请问一下如果我另外画一个 一样有80 40 这两个图形到底会不会相似 相似 会不会 会 会吗 会 会吗 真的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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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给你一个三角形 三个角度都给你了 你要画一个跟它相似的图形 你怎么画 只要角度放的 像一样 那个 然后以倍率相似放大 如果不管几倍的话 不管几倍的话 那就随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角度一样它就相似 对 真的 三角形 只要角度一样它就相似 只要角度一样就相似 对 真的 真的 三角形只要角度一样它就相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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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 你们这么相信 蛤 随便弄弄 所以随便换 所以随便换 我只要角度一样不就OK了吗 位置 位置 对那没有问题 我只要调整一下就好了 你的两个角度一样 你第三个角度就会一样 对 所以如果你要让两个三角形相似 你只要检查哪里就好 长度 角度 你只要检查什么 两个角 两个角就好了嘛 对 真的吗 两个角出了 第三个角不是是会出来 对 我知道 有知道这两个角第三个角一定可以算 所以我要画一个三角形跟它相似 如果全班每一个人 都长得差不多 都要画 这样的三角形 每一个人 我都给你四十度八十度六十度 每一个人都这样画 画出来大家的大小不一样 可是会不会形状一样 会 会 真的 男女厨啊 男女厨啊 不然是有的女生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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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有这一船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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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应该要男性的 我们工作有些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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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酒啊 先喝小的话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对 我在做的时候 只要让这个角跟 这个角一样 这个角一样 这个角跟 这个角一样 我就可以说它相似 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只要能够找到两个角跟 你一样 我就可以说你们是相似图形 对 这个就叫做什么 A A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样就相似了吗 你说这样就相似了吗 既然你说它这样就相似了 那我就可以要求你算一些东西 可以哦 可以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 它的角度跟它一样了嘛 它的角度跟它一样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小的放大之后 可以变大的 大的可以放大 缩小之后可以变小的嘛 嗯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这一个小的的长度是 二 嗯 二四五 可以吗 可以吗 然后我告诉你这一条的长度是 八 八 哦 文数 嗯 超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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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你 我就可以要求你算出这两条的长度 嗯 你说旁边那两条 既然你跟我说 两个角一样图形就相似了嘛 所以我只要检查 考试说只要这样检查嘛 我只要检查说 这个角跟它一样 这个角跟那一样 好 那第三个角就一定会一样嘛 对不对 可以了 两个三角形 如果两个角一样的 注意听哦 两个三角形 如果两个角一样的 第三个角就一定会一样嘛 他只要告诉我 这两个角相等 这两个角相等 第三个角就可以要求我算给他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哦 你已经跟我讲说 两个角一样它就相似了嘛 你就说它是放大缩小图嘛 那我告诉你这个图形的三条长度 我告诉你这个图形的一条长度 我可不可以要求你算这两条长度 算 不用画图 不用画图 会算的举手 笔记本吗 放下 放下 你们看我这里 后三排的看我这里 中你要看我这里 我不太确定你会不会 其他人都会吗 真的 嗯 我再讲一次哦 好 你们以后看到的题目都是这样 他会让你 让你 让你看到他相似 然后跟他你看到相似的时候 他就要求你去算不知道的长度 会要求你去算不知道的长度 那他会给你一些长度 那为什么我可以算他呢 你说角度一样他就相似 那就代表 我可以透过一个放大倍率 把他放大变成他 那个放大倍率是几倍 前三排不用回答 你告诉我 这一条不是跟他对应吗 这个放大之后要变他 对不对 所以他要几倍 845的五分之八倍 拿8除以5就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一条的长度怎么算 关键八倍 对 这一条的长度呢 关键八倍 了解 了解吗 所以关键在这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 两个图形相似 两个图形一旦你看到他相似了 注意听 两个图形你检查到他相似 一字之后你要马上知道 他给你的长度可以利用 他给你的长度来算 后三排的要做笔记 因为你刚刚不会做笔记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对应 算出这两条的长度 二 把二放大五分之三倍 五分之八倍 把四放大五分之八倍 这个几倍非常的重要 那个是他如果是相似图形 他一定可以透过放大 变成他 也可以透过缩小变回来 这个变来变去的几倍 这个几倍非常的重要 他是你解题的关键 你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你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不要只是抄下来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 这样子你写他才有意义 你们说两个脚一样 就相似 两个脚一样 他的三个脚就都一样了 所以我就可以拿来叠一叠 我就可以把他们两个叠在一起 不是吗 我这个小的就可以叠在上面 不是吗 可以叠嘛 为什么可以叠 因为角度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叠得刚刚好 可以吗 我把它画到这边来 把它画大一点 所以说如果一个三角形跟它相似 如果我有一个比较小的三角形跟它相似 那代表我一定可以叠对不对 那你要叠这里叠这里叠这里 都没有关系嘛 如果我是叠这里 其实都可以了 我叠的时候我当然是角 像角度一样的 我一定是把它叠在一起 好我把它叠在一起 角度一样的角度一样的叠在一起 这个角度跟谁一样 一定吗 如果我是这样叠 如果我是这样叠 如果我很规矩的叠 我叠起来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就会跟怎样 这一条跟这一条有什么关系 平行 平行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叠 对不对 我把它移过来 那个三角形我可以完全叠在这里 对不对 比较小的可以完全叠在这里 对 那你可以叠在这里 你的角度跟它一样 你倾斜的角度一样 这两条不平行才奇怪 对不对 角度一样 这两条一定会平行嘛 对不对 你一旦可以叠上去之后 代表这两条直线会互相平行 对不对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会跟它一样 你可以把它叠在这里 你可以如果角度一样 你就可以叠在这里 你可以叠在这里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叠在这里 你可以叠在这里就可以叠出 可以叠出相同的平行线 对不对 你可以叠出平行线 可以叠出平行线是什么意思呢 我走到这里跟你走到这里跟你走到这里跟你走到这里 我走到这里的高度跟你走到这里的高度会不会一样 等一下 这两条平行对不对 平行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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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等高 平行代表这两条之间的高度是一样的 你从这里走到这里的高度 从这里走到这里上升了这么高 不是吗 那你从这里走到这里上升了这么高 只是它走的比较短 它走的比较长 可是它上升的高度怎样 一样 对不对 我从这里走到这里 我从这里走到这里 这一个的高度 我从这里走到这里 跟我从这里走到这里 走的长度虽然不一样长 可是它走的高度也不一样高 爬的高度是不是一样高 我从这里爬到这里跟你从这里爬到这里 我们爬一样的高吗 对不对 你从这里爬到这里 我从这里爬到这里 我们爬的高度不是也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 你走出来的 你走出来的距离 这两个距离 这一个距离 这一个距离如果可以爬这么高 这一个距离可以爬这样的高度 这样的高度可以让你这样子爬 这样的高度是不是也可以让这样子来爬 对不对 所以这边走的长度 这个走多长它就爬多高 对不对 走越长它就爬越高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嘛 只是你走的比较 走的比较远还是走的比较近而已嘛 可是你爬的高度一样对不对 对 所以 这一条长度 A这一条长度 A这条长度所爬的这个高度 A这条长度所爬的这个高度 当它如果长度变成B的时候 爬的比较长 它是不是就可以爬的比较高 对不对 那它可以爬这么高 然后跟你这边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个是D 会有什么关系呢 A爬的高度 A爬的高度跟C爬的高度一样高 对不对 B爬的高度跟谁爬的高度一样高 B B这条走的高度跟他走的高度是不是一样高 对不对 我走的高度跟你走的高 我走的高度 A这个所爬升的高度跟B所爬升的高度 C爬升的高度跟D爬升的高度会怎样 会一样 会一样 所以他们的怎样 比例会怎样 一样 我也可以这样子讲 A A爬的高度是不是这么高 那A加B呢 就爬这么高 对不对 那对应过来 对应过来 这边是谁爬 爬的这个高度是用多长的距离在走 用C再走 然后如果想要爬这么高呢 我就要走多长 我就要走C加D 可以吗 这个先留着 请问一下 如果 如果 我这个三角形 只有一个角度跟你一样 这两个三角形会不会相似 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 通常不会嘛 对不对 嗯 那 如果 如果你不可以用第二个角 你可以用什么来让这两个相似呢 不准用角了 不准用角了 我已经告诉你这个角跟它一样 我已经跟你讲说这两个角一样了 不准再用角了 你要用什么 形成那一个角的两条边 形成那一个角的两条边 你的意思是说 利用这两条边 是这样吗 那利用这两条边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这一条长度跟这一条长度一样 这一条长度跟这一条长度一样 我画出来的图形 这两个就会怎样 全等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只想要相似呢 而且把它缩短 我如果只是想要相似呢 那就把它缩短 那怎么变长 我这一条要画多长 这一条要画多长 我就可以说这两个是相似呢 一样长 如果刚好一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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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两个就是全等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不准你 不准你它跟它一样长 不准你它跟它一样长 请问一下你这条要拉多长 这条要拉多长 我才可以说它们是相似的 拉的比红色线长 那就随便你拉咯 但是两个要一样 两个要一样 这两个有相似吗 两个要一样 两个拉的长度要一样长 你拉的翠绿要一样 是拉的长度一样长 还是拉的倍率要一样大 拉的倍率要一样大 又回到刚刚的那一个 它们两个如果是相似图形的话 那个 它们两个如果是相似图形的话 我放大之后应该可以变你 对不对 我放大之后应该可以变你 所以它们讲的是倍率 不是加长 可以吗 什么意思呢 所以整个是中 它们两个 这两个如果想要相似 这两个如果想要相似 就是这里5这里 这里9 然后这条长度如果我给它13 这条长度要多少我才可以说它是相似图形 等一下不讲自己算 尤其是你们两个会特别简单 在那边玩手花 也就是说我这不能乱拉 我这条如果拉到13这么长的时候 你这条拉到多长我才可以说它们两个是相似的 对不对 又回到刚刚讲的东西 你要说它们两个相似 代表它一定会有一个说放倍率 对不对 到底是几倍 这是9对不对 9倍拉到13这么长 那5要拉到多长 你才可以说它是相似图形 它的说放倍率几倍 9分之13倍 所以这个问号必须多长 9分之13 5乘以9分之13 9分之15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两个的相似 我们利用什么在谈相似 我们只用了什么 中间那个脚一样对不对 旁边两条边对不对 可是这个边讲的是什么 夹角 中间这个是夹角 这两条边是讲相等吗 备率 讲备率 夹备率 夹备率 这个叫做SAS相似 要写一下 只剩一分钟 我们刚刚讲的AA相似 这个是两个角 两个角 一样它就会相似 这个是两个角 把两个边 备率 备率放大 备率相同 既然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既然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如果 如果我去黎昂出啊 如果我去黎昂出啊 这个是120 这个是42 这个是40度 请问一下 这个角度几度 这两个已经相似了嘛 这个120 这里40度 这个角度几度 你怎么算 120 120 因为他们两个相似了 对不对 相似了 所以角度一定会怎么样 一样 一样 所以就可以把120弄过来 对不对 对 对啦 这个就是透过已经知道了 就可以来算不知道了 当它是相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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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这一条长度8 这一条长度6 这一条长度4 这一条长度3 我可以说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吗 看那版哦 我可以说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吗 可不可以 为什么你会说不行 明明4跟8不是两倍吗 这个也两倍啊 长度两倍啊 两倍放大 你有两种讲法 第一种讲法是 你这个角度如果一样 他们就相似 对不对 对 那这个角度多大 这个角度多大 不就是由下面这个撑开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讲 下面这个要撑多长 我才可以说 来 请问一下 下面这个要怎么撑开 我才可以说 他们两个图形是相似的 这一条叫做A 这一条叫做B 这两条的长度要有什么关系 我才可以说它是相似图形 对 二分之B 好 不要讲A 这两条的长度要有什么 它要撑 这个要撑多开 这个要撑多开 这个两个之间要什么关系 我可以这样子讲 只要他们两个角度一样 我就说它是相似的 对不对 就刚刚讲的 对不对 那我讲这个角有多大 不就在讲这条下面要撑多开吗 那请问一下 现在到底下面这个要撑多开 这个要撑多开 它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可以讲它相似呢 这两个的长度要撑多开 我才可以说它相似呢 你说 如果这里是5 那么这里就要撑多开 这个就要撑10 我就可以说他们两个 这个叫做什么 三条边 三条边 倍率 都是几倍 我就可以说它是相似图形 我说说它可以相似图形 是什么意思 加哪30多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加码30多 加哪70 代表什么 代表加码70 代表加码70 要跟我说什么 所以三角形的相似有几种判断方法 有几种判断 三角形的相似检查 有几种检查方法 第一种 第一种 你们觉得最简单的是什么 AA 检查两个角就好了 对不对 还有呢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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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边的 跟什么 两条边 夹一个角 那个角事上 你可以把那个角看成一条边 去撑开 对不对 把边看成是角 撑开 了解意思吗 他们两个是一起看的 等一下的课是谁的课 是音哑 对 我的课是要礼拜四的 对 然后请你们回去继续写 把三支二写 三支二写 三支二写 那两下 礼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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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